台南是左镇区的二辽村 是一个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偏僻部落 人口外流严重 剩不到几户人家 但这里却有一间烘焙屋 听到的人都质疑 老板是不是头发派去 原来这些五年级生林黄银 放下自己打拼一辈子的面包店 毅然决然回乡 照顾高龄的双亲 而她的面包里 藏着什么样的滋味 愿意让许多客人 不远千里而来 只为一尝她的孝亲面包呢 一起来看看 天光云影瞬息万变 壮阔气势震撼人心 这里是左镇二辽 拥有全台独一无二的 日出美景 美美吸引不少的游客 不过事实上 这里是一个前不着村 后不着点的偏僻山区 人口外流严重 而在这深山里 却有一家新开张的面包店 迫不及待 等着开工 轻按慢压 力道均匀 面团立刻乖乖听话 展现出最完美的姿态 轻松几刀画下 里头香气浓郁的芝麻 马上探出头来 林黄银四十年做面包的功夫 果然不是盖的 仿佛台湾版的少林足球 所有动作一起喝成 这是她每个礼拜五 一大清早的例行公事 也是她最开心的做面包时间 林黄银夫妇的面包店 原本开在市区内 一周营业至少五天 现在回到深山里 一个礼拜只开工两天 香甜诱人的奶酥馅料 包入一团团Q弹有劲的面团内 林黄银想好好把握住 深山里每一个赚钱的机会 就快四十年了吧 三十八九年了吧 做面包其实很辛苦 时间很长 葱花都松 赶面团的手镜 最能看出师傅的功力 力道平不平均 手镜够不够巧 决定了一块面包的生死 这个轮廚要转动 那个力道要平均 要不然它会破掉 这样 这样就断掉了 蚝啊 蚝啊 鱼桃面包 我这样怎样 画几刀一卷就在咬一刀 这鱼人啦 这随意啦 不一定要画几刀啦 香甜松软的芋泥 藏身在面团内流畅飞扬的线条里 味道飘散在空气中 还没进烤箱就香气扑鼻 一条条看似平凡的吐司面包 却有着一对年过半百姑父最不平凡的兼职 为了照顾双亲 林黄盈省下了十多年的心血结晶 然而这个决定却差点掀起了家庭革命 对啊 因为那个决定太冲促了啦 因为毕竟在台南做十五年的你 都是老顾客了啦 你突然突然这样子 突然说收就收 就是真的很舍不得啦 你要喝凉的吧 对啊 九十多岁早已失智的林爸爸 身体还算硬朗 智商却退化成七岁的小朋友 有时候连自己的孙女都不认得 他三 差不多三年前了 三年前他还会骄傲 要出到那里 我认为很明晰啊 都有叫他打招呼啊 对啊 我跟他来招呼的时候 我都问我什么人 他说我不知道 你怎么好啊 我会去招呼 你再来跟他招呼 他要跟他招呼都可以吗 这个他的女生他就不担心了 不担心了 他就不知道他招呼 他就把我听到他问说 那个女生是谁 我跟他招呼一台车来招呼 我跟他招呼 招呼那间招呼都招呼十五年了 那就是买了看两个四大人 这样不担心 我就说我回家处理 真人书啦 听天明啦 能够吃饭 够吃饭啦 不止爸爸失智 八十三岁的妈妈也不良于行 连照顾自己都成问题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看你 没关系 那吃得好 不会啦 我看你 来 来 还要够吃饭啦 对喔 现在看你很贵耶 真的很贵耶 好吃就好了啦 這次我們老婆鄉農 先有混血 沒有意思 送去機率了 機率去 如果這麼鹹 不夠抽味、鹹炸 她說 以前來我問說 你們家是吃到肉嗎 我聽到我說 我說是怎樣 嚴重的營養不良 不要太油太重 或是不要太鹹就好了 因為每一項東西都吃 它營養都吃得到 你如果說 像他們以前都很節儉 所以吃東西都蠻 真的像夠鹹 所以那些東西都比較營養不足 每週固定回家探望涼老 卻發現他們越來越瘦弱 林荒怡幾乎都紅著眼眶回家 她暗自在心中下了決定 不管怎麼樣 還是自己的親人來照顧是最好的 請我下去 不一定會盡心 還是自己的親人照顧是最好的事情 雖然陪伴在母親身邊 可以享受天倫之樂 但夫妻倆總得先餵飽自己的肚子吧 於是林荒怡把老家改造成烘焙屋 靠著老顧客下訂單 暫時解決營收問題 儘管林荒怡抱著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情 但山下的老顧客卻時時刻刻思念著 這陪伴他們十多年的好味道 於是山上的麵包店每週開張兩天 林荒怡的小女兒還會放下小孩上山幫忙 只為了一緣爸爸孝親的心願 哇 十點多了 等一下要做那個蛋糕吐司 那個 他技術上他都不學 只會學一些包裝啊 做一些雜事啊 嘴上唠叨 林荒怡可感激著女兒的那一份體貼跟窩心 自己從十三歲就離鄉背井到市區當學徒 學密貓的淚他最清楚 怎麼會捨得出嫁的女兒跟著他一起吃苦 打蛋的時候喔 就要小心不要讓那個蛋黃破掉 它分開的時候也不要讓它破掉 破掉在裡面有蛋黃 它就打不起來了 三十多顆黃成成的蛋黃 然後在林荒怡輕柔喬手下 乖乖的在盆子裡排隊 過篩後的高筋麵粉 彷彿空氣中的銀白細血 要跟鍋爐中的奶水一起激盪出最美妙的滋味 當蛋黃哥跟蛋白妹再次相遇 兩者只想呈現出自己最完美的姿態 但這一回還是得透過林荒怡的喬手牽線 才能完美結合 讓他們彼此毫無缺憾 這個沒有辦法 你機器可以替代嗎 不行 沒有辦法 一用機器它這個周圍腳不均勻 攪拌好的蛋糕糊 跟包著餡料的麵糰一起放進容器內 準備進烤箱 此時林荒怡卻對烤箱的溫度不太滿意 這一包都會放進嗎 老公正夜叮嚀老婆時刻留心 烤箱的溫度得不時用手監控 你看我們在工作太柔弱 真的是不能夠做這真的是 而且要能忍受那個燙熱度 把蔥花細細的撒上 已經拖了香酥肉鬆的麵包上 或者在麵糰卷上 仔細的鋪上一層層的蔥花 接著統統送進烤箱裡 不一會功夫 一個個香氣撲鼻的麵包出爐了 其實他們兩個 尤其我們剛才他們是很辛苦 他們很不容易 這樣跟我搭上的工夫 我也實在說起來很感謝 也很感謝 所以要對我這樣吃虧 算不簡單 說那個 很感謝他 接近傍晚時間 出貨的時間快到了 母女倆加緊腳步 就怕老客人到了攤子 找不到人 老婆的摩托車跟女兒的轎車裡 載著她們一家人 辛苦了一天的成果 也承載了林荒穎一家人的希望 攤子才剛剛擺好 老客人七手八腳 趕緊上門搶鬥 得等上一個禮拜 才能吃到的 有以前的台式經典 老麵包 天色健暗 但這對母女在棋樓下 為了一個家 為了成全先生心願 而努力打拼的身影 卻更加地清晰 也看老客戶一一上門 熱烈寒暄問候 一天的辛勞 彷彿都瞬間消失 對這些老客人而言 這對母女的小小麵包攤 不僅僅代表著可口與安心 更是一個女人 拉著女兒堅持守護老公 用愛跟孝順所製造 來自深山裡的孝子麵包 台南人愛吃鍋燒意麵 但是你能想像一碗麵 完全被新鮮的小卷淹沒嗎 連麵都看不到的誇張景象 將近有20隻的小卷 鋪好鋪滿賣相超吸睛 口感更是新鮮Q彈 曾經締造一天賣出300碗 一個月狂賣了1.5噸小卷的驚人成績 老闆陳凱威本來是開飲料店 在店內皆賣起了鍋燒意麵 不願牌裡出牌的她 在麵裡面加過了魚腸 加過紅巡都失敗 窮到身上連200塊的現金都沒有 最後是小卷讓她從谷底翻身 找到了人生的新希望 陳凱威為了要維持小卷的品質貨源 甚至還包下了整艘遠洋漁船的小卷 店裡保證全年不缺貨 她要用這碗誇張的小卷鍋燒意麵 持續攻佔老饕們的心 那時候我們完全沒有想過說 在一瞬之間爆 光小卷我三個禮拜 可以賣掉1.5噸 那是1500公斤耶 你好 小卷鍋燒 這個面子在吃小卷 不是在吃鍋燒意麵了 根本不想賺錢吧 是不用錢的嗎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台南的一間飲料店 這間飲料店人氣最高的 竟然不是飲料 而是讓台南人為之瘋狂的小卷麵 這碗小卷麵曾經締造 一天豐賣300碗 一個月它賣了1.5噸的小卷 是不是很驚人 我們現在來尋找一下 老闆... 你好... 請問你就是傳說中的小卷達人 陳凱威嗎 是 這一盤就是我們的小卷麵 就是這一盤 就是他讓台南人為之瘋狂 好多喔 多到不知道怎麼吃呢 堅甜 然後海味很重 外面絕對吃不到這種東西 我是在吃鍋燒意麵耶 上面小卷的那個很鮮 它很鮮美 甜甜的味道 會讓你新鮮 小卷 意麵 讓人傻傻分不清的美味 新鮮小卷擺滿整碗 連麵都看不到 客人們嘖嘖稱奇 因為這樣的鍋燒意麵 全台南只有這裡才吃得到 根本就是在吃小卷 不是在吃鍋燒意麵了 而且你看它的這個擺盤 我們現在年輕人 就在拍照可以講 它那個小卷很脆 很像我人去到澎湖了 我常來吃幾乎每個禮拜都來報到 可是他們家都是大排長龍 每次要吃一碗 那個小卷一面都要排個兩三小時 小卷我最愛 為了吃上翻紅的鍋燒小卷麵 等再久也是心甘情願 現點現煮 陳凱薇在廚房一開就是四個爐子 一鍋海味 一鍋麵香 等待交匯的那一刻 我們在解凍完成的時候 我們就會先篩錢掉了 小卷穿上大概一分至一分半 不可以超過一分半 它肉質會變老 新鮮飽滿的小卷鋪在面上 一圈不夠 再來 再來 一直要到鋪好鋪滿 陳凱薇才願意端上桌給客人 是 是 所以你們直接點了乾的跟湯豆 就是乾的一個湯豆 好吃 這看起來大概三十隻應該有吧 根本不想賺錢吧 就是不用錢了嗎 讓男女老少為之瘋狂的 就是這些浮誇的小卷 陳凱薇忙碌的穿梭店面和廚房 備料 煮麵 擺盤 上桌 早已是日常 每天最重要的事 就是要把小卷鋪好 像這種就是 裡面都有結凍嘛 你不可以硬撥 撥了會破皮 然後破皮之後 賣相也不好 然後價錢本來就有差了 每一份結完凍的 兩個小時以內一定要賣完 比較有彈性 那種代表都是新鮮的 從漁船上面剛出來 我就到我們這邊來 老闆跟我們講說 其實它這個結凍 不是這樣子結凍就好了 每一隻還要調對不對 對 像這個 解凍完成是有彈性的 這小卷我們才會用 不知道鏡頭看不看得清楚 但是手感非常的有感覺 這個就是蓬蓬有厚 對 陳凱薇對小卷的品質要求 十分嚴格 每一隻都必須經過挑選 才能入合 挑完的小卷再加入冰塊保鮮 飽滿的程度 就像是剛捕撈上來的一樣 我們家的小卷整年都不會缺貨 店裡的生意慢慢上軌道 陳凱薇現在的信心滿滿 其實也經過一段低潮 他常笑說是小卷 讓他看見了人生的希望 加過紅蟳 加過漁場 都失敗 會賣小卷是一個貴人 給我們的建議 本來也是想說 司馬當活馬醫 本來如果失敗了 可能今天也沒有了 對啊 退伍之後就開始當老闆 陳凱薇的媽媽 因為怕兒子在外學壞 出資開店讓他做生意 於是選擇了加盟飲料店 陳凱薇收起完心 努力衝事業 脫離加盟體系之後 他打算自己創業 卻遇上了一連串的不順利 我們一天大概只做三千多塊 連服務員工薪水都付不起 慘況是到說 捨不得去外面吃飯 沒有錢 沒有現金 我身上連兩百塊都沒有 生活連溫飽都有了問題 陳凱薇足足吃了店裡 一個月的東西 習慣報喜不報憂的他 甚至老婆都不知道店裡的狀況 父母的經緣更讓陳凱薇 痛恨自己的無能 當然不好過 快四十歲了啦 存責裡面沒有錢 五年小朋友的學費 都是爸爸媽媽他們在繳的 生意每況愈下 一開門就是得面對錢的壓力 員工薪資 廠商貨款 都追著陳凱薇跑 試過許多的產品也都不見起色 陳凱薇開始疾病亂投醫 什麼東西都想加到鍋燒麵裡 卻是更加重了成本負擔 他以前買那個 還是有放那個紅薯嗎 對不對 因為他都放在那裡 現在你如果放兩天 有時候就死去了 死去我怎麼改吃啊 我改吃啊 選擇高檔食材 但是客人不買單 陳凱薇備受打擊 幾乎是快要放棄 在一次的機緣之下 朋友建議他 不如改用小卷看看 這一個想法 改變了他的命運 然後我是覺得鋪滿滿的 看起來效果還蠻不錯的 我是有問他說 你有算過成本嗎 剛研發出來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給媽媽看看 他說你怎麼會放這麼多 你確定你划算 你不要到頭來又是一場空呢 老婆的支持和媽媽的提點 雖然心裡充滿著忐忑不安 但為了生活 陳凱薇毅然決然推出小卷 鍋燒一面 當天早上討論 當天下午測試 當天晚上就幹嘛 其實那時候也不指望會成功 把這一次的機會當作最後一次 夫妻倆每一個步驟都戰戰兢兢 湯頭用大股蔬菜下去熬煮 一面的品質也是要顧到最好 浮誇的小卷麵才推出不到一個月 就成功吸睛 迅速爆紅 這卻也為陳凱薇帶來不少考驗 我們完全沒有想過說 這種東西會在一瞬之間爆紅 不可能啊 光小卷 我三個禮拜可以賣掉1.5噸 那是1500公斤耶 我們剛在街廠商的時候 人家也瞧不起我們啊 他說你們怎麼可能有辦法 吃下那麼多的貨 到後來他說不對啊 凱薇 你們怎麼貨不斷的在進 而不斷的在催貨 日賣300碗的銷量 讓陳凱薇必須要用香來同貨 才能維持小卷量 而為了保持小卷品質新鮮 他甚至是直接和傳統洽談 把整船的小卷都包了 這邊是安平漁會 這是我們台南賣海鮮 算最新鮮的地方 我們這邊都是遠洋漁獲的小卷 然後我們都是先寄放在這邊 然後我們晚上再過來這邊拿貨 像我們這種小卷 就是我們俗稱的傳統小卷 就是他們在遠洋漁船作業的時候 他們在船上就幫我們處理分配 我到我們這邊的時候 下來就是這樣一整塊一整塊 像這種皮都是乾淨的 而且都是完整的 這就是我們你說的 完整的不是破皮衣 有啊 有些都覺得我們外行 然後也不跟我們談 就是會比較瞧不起啊 因為我們畢竟算是新入門的人 萬事起頭奈 為了拿到好的小卷 又要維持一定的量 在一開始入門時 陳凱薇確實繳了不少學費 但這也讓她快速學到 其中的妹妹嘎嘎 而腦筋動得快的她 更是不放棄每次推出新產品的機會 看一些新鮮的海產類 看一下有什麼東西 是店裡下一個 可以去研發出來的新菜色 這小卷成功了 你有比較有信心嗎 有啊 有啊 就是因為現在還會有店 還會在啊 熱情的鍋爐裡 翻炒的是店裡的新口味 麻油小卷 火冒三丈爆香出的薑片 讓小卷在鍋裡 跳動得更有勁 麻油的味道 完全沒有搶走小卷的風頭 而是在Q彈之中 還包有鮮甜的海味 對陳凱薇來說 小卷讓她重新站起來 所以她絕對不會吝嗇 給客人最多最好的 分量很多 超級多 看到這個數量才來的 慕名而來 超越我的期待 原本想說鍋燒意念跟小卷 成功的小卷意念 應該是不會那麼魅力 結果很搭 剛好是長輩 由阿嬤跟我老婆 跟貴人 他們願意拉我凱薇一把 不然今天也不會有這家店 周遭朋友沒有一個人 跟我說凱薇你明星的 他就跟我說凱薇 兩個月了 沒了 兩個月了 老婆謝謝你 讓你那麼辛苦 成功的小卷意念 其實就像陳凱薇和老婆的結合 一個熱情澎湃 一個內斂溫柔 在最好的時候相遇相守 這一碗是俯成台南最吸睛的 火燒意念 點點滴滴的情感 永保新鮮 說到美食之都台南 有很多店家把火燒蝦 做成各種美味 其中有一間百年蝦仁飯 如今傳到第四代 由葉姓金跟丈夫宋展為接手 當初因為父親的奏事 加上阿公後來也離世了 讓這家店一度快經營不下去 還好做女兒的葉姓金 願意扛起祖先傳下來的家業 跟當時的男友宋展為 一起接下這個重担 讓這個百年好味道 繼續飄香 大鍋子裡炒到風景 有等到煙霧散去 露臉的是南台灣特有的美味火燒蝦 蝦子都是火燒蝦 很好吃 都是海的 就吃起來有個焦香味 然後滿嫩的也滿新鮮 很好吃 那就是一種自然的甜 海味的甜 不是一種那個人工的甜味 我們有蝦仁飯 蝦仁飯三萬 這間位在台南海岸路上的蝦仁飯 創立在1922年 目前是第四代接班 由葉姓金跟丈夫宋展為接手 不會讓這百年老店有新風貌 夫妻倆劃下重思 重新整理了一番 但不變的是 這碗百年火燒蝦仁飯的味道 這兩個人喝嗎 真的喝 我講講的事實 我就都買到吃了 已經50年超過了 它的飯是比較有重口味 比較好吃這樣 因為這個飯我們是用柴魚高湯下去炒的 做法比較日式 所以就是用柴魚高湯下去做基底 然後下去 放著炒蝦仁的湯汁 跟飯一起下去過 這位頭髮很有造型的宋展為 接班有17年了 透過開放式的廚房 一眼就能看到他料理蝦仁飯 就像是藝術表演一般 先放豬油大把蔥段 接著放入火燒蝦一起大火爆炒 糖 以前糖都是從台南種的嘛 糖來得方便 所以台南人都吃得很甜 加入了白糖跟醬油 短短時間大火炒出了糖香 醬油更幫上下跳躍的火燒蝦抹了整身紅 每隻蝦子捲曲緊緻 看得出那是鮮蝦才有的Q彈曲線 其實東西新鮮調味就非常的簡單 那我們其實蝦仁飯也沒有什麼 就是醬油跟糖而已 將炒好了火燒蝦放置一旁 底下的鍋子接著是火燒蝦的精華 因為這碗蝦仁飯走的是日式丼飯風格 所以炒飯得加入柴魚高湯 跟蝦仁湯汁一起拌炒 不能 這樣會太涼 然後還得把飯給攪拌開 對 只見一顆顆米粒在鍋中 努力吸飽湯汁精華 一旁的夥伴得趕緊趕快把此碗排開正丈 迎接這百年好味 這碗古早味蝦仁飯沒有過多的人工調味 烤的是天然食材的鮮 最重要的是光看到這隻海味十足的火燒蝦鋪在上頭 就讓人垂涎三尺 最少吃要吃蝦腸 大概十一會兒吃 可能都不能少吃 不是養的喔 所以它規格不一定 也三個就養 最主要營養的是火燒蝦 不是一般的白的 火燒蝦有特別的這種味道 那個比較不會很大 它會滴 剛炒起來是濕的 那我們的米飯它需要去吸取那個裡面的湯汁 烤色炒飯它必須先放一下 它不要馬上吃 但是有些客人喜歡吃 剛炒起來那種濕濕的感覺 台語的湯汁去攪拌過的 所以那個飯不會太濕也不會太乾 我覺得剛好 然後剛好有很乾丁的感覺 口感 它的飯很軟 然後蝦很嫩 這樣只能玩大碗吃得完嗎 吃得完 還會想再吃嗎 會啊 一碗好吃的蝦仁飯 很多客人都會再點上一碗鴨蛋湯 因為在早年撥完火燒蝦的殼 會拿去養鴨 生了鴨蛋 再拿來配火燒蝦仁飯 成了一個食物鏈 而後來宋展維將隻鴨蛋 煎成半熟荷包蛋 配飯吃更是美味 因為有些客人 他真的就不敢吃飯熟的 其實我真心推薦是半熟蛋 你蛋你可以整個咬下去 你吃到那個蛋黃的那個 整個充滿在嘴巴的那個味道 半熟的鴨蛋 蛋黃流下去 吃下去的味道 很特別 很好吃 新化 從新化來吃 你們從那麼遠的地方跑來吃 好吃啊 要擺三天 四天 他們老店 現在都要擺桌 都要擺桌 老客人回味無窮的這晚飯 得從百年前 阿祖夜城的時代說起 當初阿祖開始在賣東西的時候 它是屬於日本料理的方式 可能包個壽司 炒個烏龍麵 然後賣一些簡單的冬飯這樣子 後來就可能就是有這些漁民 就抓了很多的蝦子 那可能大家就在研究說 我應該怎麼把它處理 那所以整個台南來說就會有 有些料理是用這個火燒蝦下去做 可是到了吉公跟阿公他們時代的時候 他們就把所有東西都拿掉 就單純賣一下冷飯 民國四十二年 葉城退休之後 把胎子交給兒子跟第三代的葉茂松 也就是葉姓金的父親 在女兒眼中 父親為了家祭總是早出晚歸 早上很早就出門 然後他要在開店之前 把所有的東西都準備好 他要把那個菜魚高湯 眼淡的方式跳到那個以前那個電影 我們以前那個茶魚片是自己跑的 就整塊的那個大茶魚 跑到那個手筋斷掉 大動脈一直出血 就趕快弄著趕快跑到醫院去瘋 沒日沒夜的工作 葉茂松累到身體出現了問題 依然捨不得放著蝦仁飯不管 那時候好像是都在高雄去洗身 他自己都自己偷跑回來 他可能他有他自己沒有辦法 捨棄的那種使命吧 但意外總來的突然 父親的奏勢也是為人嚇人犯 電修的時候 他在那邊擦電風扇 然後不小心摔下來 然後剛好又被鐵梯子打到頭 所以他整個蜘蛛滿破裂 對 那所以忽然間就是 對他也是在江湖冰房躺了九天這樣子 由於父親走得突然 加上後來阿公也走了 這間已經賣了超過一甲子的火燒蝦仁飯 該何去何從 曾經飲釀出去也是一個選項 那天是要被喊出去的 然後媽媽就說 我們有沒有想要做 那時候我們其實都在外面上班 都在飯店上班 然後我也沒有想那麼多 只是覺得說這好像 因為我們錢就是生活在這個環境圈裡面 沒有想那麼多 真的只是覺得說就接下來做好了 由於母親的不捨 加上夜信金想要延續父親 申請了志願 於是跟著當時做廚師的男友 宋展維一起決定 要把這個家族的重擔當下來 因為我老婆說 如果照排序的話 現在應該是我的藏人 會繼續接下這個棒子 把他傳承下去 但是我的藏人就不在了 所以他就問我說 要不要來幫他完成這個事情 算是幫我的藏人 來做這一份事業這樣 雖然宋展維有廚師的底 不過這蝦仁飯做工繁複 像這火燒蝦得一隻隻 剝殼去藏泥 都是得靠人工 也讓當時的他吃了不少苦頭 幫他洗身體 他身體洗好之後 再來就是去殼跟去藏泥 三個步驟吧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必須一隻一隻一隻 我一開始不會剝啊 抓不到訣竅 剝塊那個已經 他的腰也不行了 因為這個要多 要骨 要硬 你真的剝到蝦了 除了剝火燒蝦之外 店裡的豬油也不假炭之手 還有這靈魂主角柴魚高湯 也是得每天現煮 柴魚他對你的店來講 應該是很重要的 是靈魂啊 因為我們炒飯跟煮湯都會用到他 一開始我也是覺得 這應該不困難 但是你真的進來的時候 你覺得很多事情... 你必須親力親為 然後你要去調整 以前煮飯啊 然後這個炸豬油 我們都是用那個 柴燒的方式下去做的 其實工作環境也很惡劣 那個罩其實燒到後面空污的問題 其實也常常被鄰居 所以說後來我們就不斷的調整 那我們後來就用瓦斯 讓整個廚房的設備 會比較現代化一點 為了傳承蝦仁飯的好味道 夫妻倆互上父親的路 接班17年 每天從早忙到晚 直到89年前生意穩定多了 才想要生小孩 因為人家會說 怎麼沒要生小孩 那時候也是會一直... 我們要結婚之後 大家都會一定要... 都是問同樣的問題 然後就檢查 就開始做事管理了 我打了幾...幾百支證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要趁年輕 剛開始就是沒有想那麼多 就是拼事業 要包的嗎 有包補的 一塊一塊 對 回想這一路接班 繁雜的工序 雖然早已經理出了規則 但與客人的互動 才是他們這一路走來感觸最深的 五到兩小 你後面開了嗎 後面開了你就把它帶進去 因為台南人喔 應該是說生活不調慢 但是心裡面是很急的 然後不太喜歡等 那我坐下來 你就應該要知道 我是你的老客人 你就要知道我是什麼 所以你剛開始遇到這種老客人 你記得住嗎 被罵幾次就記得住啦 被罵幾次真的就記得住啦 因為你每天都被罵 夫妻倆內心也清楚 有的老客人會這麼挑剔 也是因為一份感情 回想一路走來的心境 宋展維說 來吃這一碗蝦仁飯 真的不僅僅只有美味 而是都有一段猛趣的故事 像牆壁上掛了很多明星簽名 有些人已經不在了 而在他的心裡頭 有一個遺憾 就是自己的表哥來談談找他 結果卻因為東西賣完了 沒辦法做給他吃 成了心中永遠的痛 因為他跟著那個 員工旅遊來台南 他就從那個飯店走開 他說我想吃飯 我說可是我賣完了沒有了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你下次再一次啊 結果我記得那時候 應該快暑假了 然後他一個車禍就沒了 所以很多事情我覺得是 擦乾眼淚宋展維說 接了蝦仁飯之後 他覺得世上很多事情 都是老天的安排 所以他得更認真努力 與老婆一起守護家業 另外除了蝦仁飯之外 有廚師抵擇他 為了提供顧客更多選擇 做出了很多可口的小菜 像是兩拌雲耳 兩拌豬肝 梅子番茄 那我們這個豬肝都是 當天新鮮的溫體豬肉的豬肝 然後配上蒜頭 然後那個薑絲還有香菜 下去做調配的 因為這小菜的部分 其實現在的人都喜歡 多一點變化性下去做搭配 那這些東西都是比較 比較開胃性的東西 對 所以說在搭配蝦仁飯 其實是不會搶掉蝦仁飯的 主體的味道 另外夫妻倆會將老店新生 重新裝潢 是因為他們甚深可以體會 從前高溫潮濕的工作環境 急需改善 所以花錢裝了冷氣空調 連地板也更新 提供更好的工作與用餐環境 讓這間百年老店 繼續邁向下一個百年 在台南有一家蛙粿老店 老闆楊宗玲 他用傳統蛙粿的做法 開發出全台唯一的古早味 創意料理叫做水板粥 這碗粥當中的白粿 有著Q彈紮實的米桑味 水板粥的基底米米 口感更是特殊 其實當初楊宗玲 會研發出這碗水板粥 背後有著一段親情故事 因為教楊宗玲做蛙粿的大舅子 不幸罹患了癌症沒有辦法吞東西 卻很想再吃一口自家的蛙粿 於是楊宗玲臨機一動 做出了這一碗口感溫順 容易吞咽的水板粥 雖然最後大舅子還是走了 卻讓這碗水板粥 充滿了濃濃的親情滋味 在台南市一家環秀老店 廚房裡瀰漫著濃濃的米香 他們正在製作一位 台灣人很少聽過 味道卻很熟悉的古早味 我們就用那個按摩的部分 然後用我師父 我大舅子教我的槌挖粿的工法 結合再做新的變化 把它推出了一碗水板粥 老闆楊宗玲 李金玲夫婦 是著名的麻豆挖粿世家第三代 他們採用自家傳統挖粿的做法 開發出一款全台灣首創 也是唯一的勾渣味創意料理水板粥 許多客人來到店裡 不只希望吃到他們家的麻豆挖粿 其實也是衝著這一味 同樣充滿古早味的水板粥 北桂其實正是碗粿沒有加料之前的原型 要做出老味道的碗粿 首先米一定要選用三年以上的再來米 經過研磨之後 濃稠的米漿流泄而出 接著加入煮沸的開水 讓米漿熟成並調好餅粒 還得不斷翻攪 待會兒做成的挖粿才不會太硬 倒米漿也必須搶時間一氣喝成 這樣才能保證整鍋的挖粿品質一致 楊宗麟遵循傳統麻豆挖粿的製作方式 一切都要叫K綱 然而水板粥的製作甚至比傳統挖粿還更麻煩 其中關鍵就在於這鍋壯似簡單的米漿 所以這個米漿是最精華的部分 它早上需要去魚市場拿新鮮的 虱目魚的魚骨來熬成湯 然後它是濃縮 濃縮之後再把那些湯用來煨米 然後才結合成米米的部分 大量虱目魚骨用來熬煮高湯 這個高湯就和米漿加在一塊兒 形成了粥底 因為它非常容易燒焦 你只要一鍋 你若稍微會比較燥到它 它整鍋就是燥到它的味道 那個味道是聞得出來 濃稠卻清甜的魚香米漿入口即化 放進一片一片的北桂 再加上澎湃的板豆籍配料 宛如一鍋保留古早味的純米分子料理 如此用盡心思做出來的水板粥 口感比碗粿還更加細緻 吃來更有一股幸福感 當初楊宗林之所以會來做碗粿 甚至還研發了水板粥 一開始真的是誤打誤撞 其實我可以說八輩子打不找 不太可能會跟這種行業搭上關係 也是因為我老婆娘家的關係 然後大舅子 然後他們家裡的行業別 我才來做這個碗粿的部分 從小楊宗林玩心重 沒定性 在還沒進廚房前曾做過Pub 玩刺青 玩機車 但彷彿是命中注定 當年因為愛情 楊宗林拜訪老婆麻豆的老家 就才發現她家原來是麻豆 有相當知名的百年碗粿老店 第一次去拜訪 其實吃什麼東西 她自己也搞不清楚啊 後來第二次去的時候 她才跟我講說 她想到說她小時候的阿嬤家 小時候吃的碗粿就是這一種 原來這個是我小時候 在吃的碗粿的味道 本來是這個樣子 讓我想要去 對這個東西想要去摸清楚 然後才跟丈母娘開口說 想要跟大舅子 有沒有那個機會可以一起做 從此楊宗林夫婦就在台南市區 開啟了他們的碗粿人生 為了能讓他們碗粿生意 及早步入正軌 大舅子李永祥每天風雨無阻 從麻豆來到台南市區的店裡 教導媒婿做碗粿 對楊宗林來說 李永祥不只是大哥 更是他做碗粿的啟蒙老師 師徒倆然後他妹妹 我們的組合很特別 我們一起跟大舅子 我的師父一起工作 他是在工作的當下 他從來沒有遲到過 他每天做的東西 每天重複的同樣的東西 他沒有一次失誤過 每天三人沒日沒夜綁在一塊兒 就為了延續真正的古早比 就在兩位徒弟的功夫 逐漸純熟 卻沒想到大哥李永祥被診斷出 罹患癌症第三期 我小時候有問他說 你看得怎麼樣 然後他有跟他說沒有 他就很擔念說沒有 醫生就說什麼 我癌症第三期 然後我大嫂還罵他說 你比較正經的 發神經的黑白說這個 直到他自己開口跟我說 他不舒服 那個應該那個時候 要從他的嘴巴去講說他不舒服 那個真的是還蠻 蠻困難的 現在有時候在想 他會想說 他不知道不舒服多久了 他才開口說他不舒服 化療期間大哥李永祥 沒有停下做媽櫃 知道他再也不能工作 就才由楊宗玲接手廚房的工作 然而卻也害怕自己是否 真正的能夠扛起重擔 他生病的時候 我們心裡就有一個很大的溫暴 聽到他的病 我們就知道 哇 這間店差不多要收起來了 但是到最後的時候 我覺得不行了 我如果到後面把他收起來的時候 我是不是又更對不起他 不能對不起大哥的一片苦心 楊宗玲夫妻比以往還更認真經營 只要一有空 然後就會陪著大哥李永祥一起到處走走 而即使生病 吞咽都已經困難 大哥李永祥最掛念的 也是自家所做出來的碗粿 他想要吃碗粿 但是他沒辦法吃 那這句話在我聽來的時候 我會很痠 很痛 我每天在這邊做著這個東西 然後你會去想到說之前一起經歷過的 然後到最後他每天在摸的東西 他居然也沒有辦法去吃它 那個時候我才在想說 一直在想說我一定要用一個東西 讓他能夠嘗到那個味道 然後讓他能夠 那一口把它吞下去 就只是這樣子而已 我們就非常的有成就感了 其實水板洲是因為哥哥他真的是回去了 才有這位水板洲的遊覽 他可能是不是因為不知道是在天上 他在保佑我們說 你都常常說做我過得辛苦 掙不錢 是不是可以轉換一個跑道這樣子 然後讓我們也不用那麼辛苦 然後讓就是可能更多人可以接受 這種不失傳統的新創意的產品這樣子 精心熬製的米糜加上軟嫩的水板 如今還加入了香腸 三層肉 蛋酥跟蝦米等料理 就成了這碗滋味豐富 口感溫順的豪華版水板洲 如果高材生去賣燒烤 你會怎麼想呢 成大畢業的蔡玉琳她就是這樣 在一片的反對跟炒火聲浪當中 她繼續追逐她的創業夢 雖然一度慘賠到六百多萬 不過她越挫越勇 一起來看看這位很會念書 但創業路上卻一路顛簸的高材生 最後如何拿出做學問的精神 從醬汁開始研發 替自己考出了全新人生 肉塊在炉火上烤得芝芝作響 逼出油脂 請顧客聞香而來的燒烤店 就隱身在台南後火車站附近 老闆蔡玉琳在考台前忙得不可開交 等一下先幫我送餐一下 這邊雞翅 四份的六桌 要再堪稱美食之多的台南府城 殺出重圍 如果沒有兩把刷子 很快就會被市場淘汰 蔡玉琳的燒烤店在地經營 已經邁入十個年頭 要僅僅抓牢十顆的胃 撇步在於各種創意料理 你看這個色澤都很漂亮都很美 你看這種團心 這種團心就對了 選用當日新鮮的溫體豬肝 先削成片狀 再用流動的水清洗乾淨 蔡玉琳不是要拿來煮湯 而是用烤的 因為這個豬肝最重要就是 它很容易烤到乾掉硬掉 烤得太乾的話 這個就塞掉了 它的冷度就沒有了 由於食材新鮮 烤豬肝只需要少許鹽巴 和米酒脾胃就能端上桌 它烤豬肝非常的軟嫩 對 而且它上面 不會像一般的豬肝 就是煮起來會硬硬的 對 它就是很軟的很好吃 另外蔡玉琳 凡其道而行 不賣一般燒烤店常見的雞心 改用價格貴上三成的鴨鯨 價高 量少 每天都是限量供應 一般在外面的雞心 它不會處理這麼的費工 它就整串直接串進去 可是我們的鴨鯨 我們都會把它開膛補度 然後把血塊擠出來這樣子 處理起來沒有腥味的鴨鯨 連不吃內臟的顧客都大為驚豔 甚至日本旅客也來朝聖 很好吃 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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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說就是好吃 它說首先沒有腥味 我不吃腥味 我吃腥味不知道是什麼 我就把它吃下去了 我不吃內臟的 那你覺得好吃嗎 那我覺得蠻好吃的 蔡玉玲天馬行空 把自己愛吃的 通通拿來烤鍋一遍 包括傳統早餐店 常見的油條 它也放上烤台 做成醬燒烤油條 來 七桌油條 如果想吃甜的也沒問題 五彩繽紛的棉花糖 一個個串在竹籤上 烤鍋之後更加外酥內軟 不過在嘗試新菜色的過程中 蔡玉玲偶爾也有失敗的時候 像我烤過草莓 結果烤起來爛爛的酸酸的 自己就覺得這是什麼東西 那還有烤過 我記得還有烤過海參 結果海參應該是比較軟 裡面富含水量應該都把它90% 所以烤之後它就乾掉 然後說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不是每樣東西都會成功 在外界眼中 蔡玉玲顛覆傳統 不斷從失敗中找答案 但她更堅持的 竟然是塗在食材上頭的烤肉醬 不買現成 而是自己做 我們家都直接 就是用純米酒下去熬製的 不加任何一滴水 這方法是飯店的廚師教我們的 第一個可以放比較久 然後第二個他說 這樣子的味道是最好的 16罐米酒豪邁開瓶下鍋 接著倒入白胡椒粉以及柴魚片 增加香氣 最後還要加入兩種糖 冰糖和麥芽糖 讓口感層次更豐富 我們就是加一些麥芽 增加它的甜度跟它的油 油光亮光度 這種是一個老店的老闆教我的 他說這樣子你在刷烤肉醬的時候 你需要多一層油油亮亮的 大家看起來感覺很好吃 要做出美味的烤肉醬很快不得 經過四小時慢火煉功後 還必須放涼慢慢發酵 等一天半的時間 才是烤肉醬風味最迷人的時候 我們這一桶的成本大概是 三四千塊左右 也曾經被笑過 因為人家都直接是買現成的 然後再喝一點水就這樣子 可是總覺得那種感覺吃起來就是 化學味很重 或是太過於實現的一次 那我們自己熬的醬是 我們自己比較有信心這樣子 經過自製醬汁熏陶下 燒烤鹹香鹹香的滋味 讓人忍不住多點上幾串 場內烤台熱騰騰 場外同樣熱鬧滾滾 在半戶外的用餐空間 笑鬧聲此起彼落 讓燒烤店是越夜越美麗 東西好吃 真的 謝謝 老闆的又親切 謝謝 謝謝 又年輕又帥 謝謝 謝謝 老闆他都會推薦一些 好吃的料理給我 沒有地雷 沒有被打牆 所以會持續在來 顧客一吃上飲變成常客 很難想像把燒烤店 經營得有聲有色的蔡玉琳 其實是成大研究所高材生 原本的她只有五專畢業 但在高雄 務農的父母親 總希望兒子能有個好學歷 並考上公務員 為了不違背父母的期望 她認真念書 果真跳級 考上了成大工業管理研究所 在台南讀書這段期間 為了不給家人負擔 她決定賣燒烤幫自己賺點學費 以為能靠著管理所學把店做好 結果就摔了一大跤 前前後後總共賠了600萬 因為那時候就是很單純 覺得說店開了就會有人來 對啊 因為看到人家店生意都很好 自己發現開了之後 根本就不是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你店開了 其實真的沒有人 因為沒有人知道你 當初貸款數百萬 蔡玉玲並和朋友合夥 一口氣開兩家燒烤店 一間就是現在的露天鄉村風 另一間則裝潢的美輪美冠 餐點雖然停價 但台南人吃習慣了路邊小吃 以為她開的是高級餐廳 上門的人寥寥可數 不到半年就關門大吉 我人生很少在設停存點 就是覺得不管我 就是要再繼續下去 再給自己多一點時間 蔡玉玲咬牙苦撐著 最後的三角窗店面 但命運的考驗接踵而來 合夥人眼見虧損連連趕緊落跑 蔡玉玲經驗的她 還和老廚師發生衝突 因為她堅持要從生肉烤成熟肉 保有炭香味才叫做燒烤 但老廚師認為 先炸再烤才更省時 雙方做法無法妥協 最後老廚師還帶著員工集體造反 很多廚師是年紀比我大的 講實在有時候都管不太動 有一次發生就只有我來 然後所有員工都沒有來 然後我打電話給她 全部也都沒有接 結果給你集體去罷工這樣子 爆發員工離職炒後 什麼事都得自己來 包括上菜市場採買食材 看似再簡單不過 但長相就勾矣的蔡玉玲 卻被攤商耍得團團轉 常常吃虧上當 他們是進口的 她也要便宜說她是本土的 或是她是冷凍的 然後只拿出來解凍 當然要跟妳講 她是新鮮現宅的 可是一開始剛剛開開的時候 其實根本不會分辨 因為以前幾乎沒有買菜過 慢慢的她跟攤商 挑選有信用的商家 經過十年歷練 吃過悶窺的蔡玉玲 現在已經是專業等級 她們今天海東要怎麼買 今天一定要死 一斤就有死 對 品質好不好 這個高三的 高三的 好的都會留給內行的 跟自己熟悉的 好香 之後燒烤店也換了一批員工 蔡玉玲從廚師身上 學到了新功夫 現在不只賣燒烤 還煎賣熱炒 她再度發揮創意 把土雞肉混搭啤酒 炒得香氣十足 意外獲得了老饕好評 最後下起鍋前就加一些蔥 加一些小辣椒 這一道啤酒其實不簡單 這個品分都這樣咬下去 會帶出那個辣椒的香 她把那個啤酒 三火 有一種清香 卻沒有太多的酒味 因為她是真的主題Q 她不會說因為有藥味 她吃的就是很清甜 搭配著她的啤酒香 吃起來真的是很好吃 另外看似普通的雞蛋豆腐 蔡玉玲也發揮巧思 把配角變主角 雞蛋豆腐先炸再炒 加入壓碎的鹹蛋黃 這道色澤金黃的金沙豆腐 同樣讓人食慾大開 對 金沙豆腐也非常的好吃 我第一次嘗試到這樣子的味道 跟一般在外面真的都不一樣 吃的真的是你會愛上它 會一口接一口 裡面那個是軟的 外面是脆的 非常的好吃 從一位成大高材生 跌破眾人眼睛成為餐飲新兵 蔡玉玲十年摩一劍 終於造就出令人讚嘆的好滋味 過去認為她是大材小用的成大同學 現在也對她改觀 還成了主顧 很驚訝 我想說同學應該都是 有的在稅子 有的在銀行界 金融界 怎麼會做一個燒烤店的 就現在的人會有不同的專長 可能他有一項專長 兩項才藝 重點是怎麼把這個燒烤店 精英的好 那就是它的能力 它的才能所在 一路走來鐵鐵撞撞 蔡玉玲燒掉數百萬學費 學到成大教師裡 學不到的人生磨練 她沒有倒下 反而慶幸自己有過的 這樣的創業經驗 誰說研究所高材生 就不能在餐飲業闖出一片天呢 熱門打卡的台南美食 人氣非常旺 一味難求 餐廳是利用兩棟聯動的 老房子改建的 無論是門板 鐵窗花 外觀保留了很多 充滿歷史的元素 一進門 屋頂上裸露的 紅磚瓦以及木樑 搭配宮廷般的吊燈 老宅經典建築 結合現代藝術風格 讓人忍不住想一直 按下快門拍照打卡 老闆毛耀成 他結合小農食材 還有自製的丸子 魚側等 當日現做的鍋物料理 主打新鮮冷藏肉的火鍋 搭配蔥又醬汁 吃起來非常清爽 台南是全台灣歷史最悠久的都市 不但有文化古都的美名 更是美食的天堂 近年來坐落淨香中 以老房子改造的餐廳 更是有一股讓人難以抗拒的魅力 這邊幫你煮一下 收洗燒的部分 然後先幫你開火 然後幫你倒入收洗燒的醬汁 第一次來到這一棟 屋林超過半世紀的老宅 從外觀就可以看見歲月的痕跡 而且它的入口不是在正門 而是低調的藏身在側邊 一進門映入眼簾的是團圓兩個字 兩層樓 老舊的建築打通 經過整理修復 保留傳統古厝的特色 水泥磚瓦 傳統窗花 都讓整個空間 綻放台式舊時光的氣息 我覺得就是像回到小時候 因為我本身是花戀人 所以就覺得很有那種 小時候的味道 很像那種很老式的那種 就是傳統的古宅 可是走進來 因為它配搭的是火鍋 所以感覺就是那種 新舊混合的那種衝突美 儘管外頭的天氣越冷 這裡人氣越熱 因運蒸騰的鍋裡 沸騰了舌尖的慾望 與其說這是一間餐廳 不如說是回家團圓 感覺更貼切些 在老宅裡吃火鍋 顛覆一般台南小吃的庶民印象 有著視覺 味覺的雙重享受 有別於台灣火鍋店 幾乎都是冷凍肉品 這裡更標榜新鮮的冷藏肉 火鍋專門店 像我們這一塊是梅花肉 因為它完全沒有經過冷凍 所以它的結晶不會被破壞 所以它原本的油脂跟它的水分 跟它的Q度彈性都還在 所以你看像我們這樣子 就像溫體肉一樣 它基本上已經黏在盤子上面了 對 不會掉下來 對 只見一盤盤冷藏肉色澤紅潤 油花分布漂亮均勻 大片大片切得有點厚度 下鍋涮幾下之後 吃起來充滿咬勁 咀嚼中還帶有彈牙脆嫩感 每一口都可以感受到肉香四溢 還有自然的甜味 就是為了它的這個冷藏肉的招牌來吃的 我覺得它的肉吃起來就是很鮮甜的感覺 然後完全都沒有燒味 那就是可以感覺到就是它的原味 非常好 我覺得它的好就是它第一有肉質的味道 就肉通常有時候我們知道沒有味道的牛肉 它這個有 完全有 然後再加上厚度很好 就很好 不會很薄 然後算一下軟硬結好 所以我覺得很滿足 好 鮮 beta 我先幫你下好了 花枝可以吃嗎 花枝這樣可以 讓客人讚不絕口的美食 是出自眼前長相斯文 年紀大約四十出頭的毛耀誠 她是土生土長的台南人 原本學生的她當初會開餐廳 有一部分是為了尋找小時候 關於爸爸的技藝 當時爸爸因為在外地工作 跟家人聚少离多 但是只要一回来 就会钻进厨房做美食 这也是父子俩最亲密的时光 就看到他每天做早餐 做午餐 做晚餐 之前也有想过说 他想要在退休的时候 然后可以开一间小餐馆 然后也可以照顾我们家人 然后也可以就是说赚一些钱 这样甩到什么程度 甩到它整个就是 它的筋性就很黏 它口感才会比较绵密一点 有粘了吗 对 有一点 可以再酸 对 除了追求冷藏肉的口感 店里的丸子都是手工制作 一下又一下地摔打 虽然费工但却相当地流域 也让毛又臣走入悔意的漩涡 这老爸有做过丸子给你们吃吗 我印象中好像有 四十桶 四十桶 四十桶也是要垂打的 对 我爸退休大概在六十五岁之后 我才觉得我跟他比较亲近 所以小时候我对他印象就是 两三个月回来一次 他回来的时候我都很紧张 因为我妈都会跟他投诉我的状况 所以回来我就是被打 四年前 爸爸因病离开人世 他想要开餐厅的梦想 来不及完成 为了实现爸爸的愿望 在因缘际会之下 毛又臣跟朋友合伙开西餐厅 但经营一段时间之后 因为里面不合 只能拆火 我想说OK啊 他们既然不做了 我就接下来做 硬着头皮接着 接着之后才知道 原来后面的厂商货款 大概有一两百万 都还没给厂商 虽然是一个烂摊子 毛又臣选择去面对 但人生有失就有得 他也因此认识了人生的伴侣 我是很喜欢在城大 城峰大学对面那一个区域 那边有个十八巷 那有一天就是 我就看到有一间 很大很大的房子 然后后来它那个布条 一拉下来的时候 我看到是一间 很漂亮的西餐厅 回想起两人认识的经过 罗介文不禁露出甜甜的微笑 因为两个人都很喜欢旅游 交往期间吃遍了京都的美食 回台之后就开了一间居酒屋 吃牛肉吗 牛肉我吃 牛肉我们现在 主要三个部位嘛 一个就是牛小盘 当时台南还没有到地的 日式串烧店 所以一开店 客人就口耳相传 生意也渐渐地上了轨道 除了美食之外 毛又臣和太太罗介文 内心都有一股念旧的因子 对于老文物 老宅所散发的特殊氛围 常常无法抗拒 我看你们餐厅啊 它的建筑很有特色耶 对啊 因为我跟我先生是 道地的台南人 那我们也都很喜欢 台南的老房子 很有特色 很有那种感觉 它风味对不对 对 就很像小时候 我们在阿公阿嬷家 那种三合院的感觉 对啊 而且它这屋底啊 就是砖瓦 一住一梁都很有特色 对 这个都是当初我们保留 它原本建筑的屋顶跟砖瓦 就是这个房子 大概已经七十多年了 当时光是整建 就花了将近八个月的时间 这时孩子们也陆续出生了 毛又臣和太太为了追求 原味天然的食物 于是想在老宅 开一间日式火锅餐厅 也因此特别到产地去 寻找无毒或是有机的食材 食材的溯源上 就是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是有用心去找 每一个消费者 也都像我们的家人孩子一样 所以来吃都是可以吃到 无添加的东西 于是他们走访全台湾 拜访小农 了解饲养的生长情形 像是屏东的无毒虾 台南龙旗放牧土鸡 或是云林人道饲养的猪汁 对食材来源严格把关 有了好的食材 前置处理也不马虎 这也是由我们台湾养殖的红旋 那这个红旋是来自于嘉义 对 有一次我们找了很久 有厂商 因为它后腿这两只 是比较强壮的 所以我们抓住它 然后往上剥 那再就是它的腮 因为很多人螃蟹 对 它会直接 就是给它揪进去煮 它都不处理 因为我们之前 还是要先把它刷洗过 因为它还是有一些 藻类的东西在身上这样 除此之外 因为讲求单纯原味 火锅的汤头 每天都要用大量的蔬果 熬制五个钟头 基本上我们都一定是用 北海道的日本昆布 那跟它 北海道的柴鱼 对 跟一些蔬果 那我们尽量就是 以在地的食材 就像蔬果一定是台湾的 小农的蔬果 昆布的话基本上 第一个它一定是要 比较干燥的 那包括你要看它上面的 一些粉状的东西 对 代表它越新鲜这样子 我们的汤头是比较优雅 比较清淡的 因为我觉得反而能衬托 食材它的原本的味道 将日本大葱 水菜 红萝卜等新鲜蔬菜 一起放进昆布汤锅里 煮出来的汤头 是淡淡的鲜甜 搭配红薰 无毒虾 蛤蜊等 有着满满的海味 煮好的配料 也能沾上特制的葱柚酱 香到的清爽 也颠覆一般台南人的口味 就是我们小时候 然后阿嬷 老人家喜欢做一些醋的东西 酿一些东西 那我们就把它做柚子 这也是因为我们去京都的时候 那我们去一家餐厅 它非常有名 它是用柚子去做的火锅跟蘸酱 那我们想说 其实这个东西在台湾 台南这个地方 其实蛮适合台湾人的口味 那我们又想要把一些阿嬷的 一些酿制的东西做传承 所以我们就把它结合 可是我觉得它的东西吃起来 就可以吃到食物 很原始的那个味道 它的那个蘸酱 都是可以吃得到柚子水果香 很天然的那个味道 所以每次来这边用餐完 都觉得身心灵都得到 洗涤的感觉 它这边肉吃起来就是很新鲜 然后很软 因为它是做冷藏肉 所以说它就不像外面的那种 冷冻肉吃起来比较粗 比较柴一点 我就住在对面嘛 那这个房子真的原本是七八十年 是没有人住的 我是非常的这个 很赞佩就是这个毛老板 他愿意有很大的这个愿景 把这么样一个老房子 我们台南有生命力 有灵魂的这个老房子 重新的去改造 我喜欢新旧 冲突 我外面是旧的 可是我到里面我觉得 哇 原来别有洞天 里面的设计 跟外面是完全不一样 有些时空背景的交错 用美食思念父亲 肩负传递食材的价值 毛庸城选择挑战自己 延续老宅的生命与文化 客人愿意等一个小时 就是为了这一碗 铺满整个碗工的 限量鸭腿饭 鸭腿肉刻意切出 0.2到0.3公分 口感咸香软嫩 相当下饭 经常不到半小时 就销售一空 年过六十的老板凤姐 卖鸭肉饭十多年 曾经遭逢婚变的她 独自称过人生 最艰难的时刻 她是如何走出伤痛的呢 带您来看她的故事 好 谢谢 拜拜 他们的人潮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都要提早来台队 不然都买不到 我们从基隆来 对 连排多久了 我们10点钟就来台了 对啊 11点才赢 因为我们10点钟就来台队 客人复习远从基隆沙到台南 都要吃的人气鸭肉饭 常常店还没有开 排队人潮一路从店外骑楼 排排排 排到大马路上 为了是这一碗 CP值破表的爆量鸭腿饭 一整支的就是鸭腿 然后整个摆在上面会超级 很快就销售一通 对 大概是我们刚才很幸运点 到最后一两支吧 每天限量的秒杀鸭腿饭 客人排队排到店里餐台前 摇滚区的客人每双眼睛 都直勾勾盯着凤姐和店员包便当 眼神压力实在令人无法松懈 有 一定会有压力 那怎么办 因为还没准备好 有的九点多来 我说你们太早了 我们十一点才有营业 所以我们就跟她讲说 你可以先去回休息一下 想吃凤姐的鸭腿饭 一定得耐得住杏子排队 因为每只鸭只有两条腿 每天最多只卖二十只鸭肉 所以很快就销售一空 凤姐的鸭肉饭能吸引 韬客排队抢购 秘诀就在她使用 这一锅入白色鸭汤烹煮鸭肉 都是用鸭汤而已 纯粹鸭汤 就是鸭肉 清的鸭肉就要煮的 煮出来之后 汤才会浓厚 煮起来鸭肉汤才会甜点 鸭肉在牛奶色的高汤焖煮 煮到散发淡淡的鲜肉香味 鸭皮鼓溜光滑飘出肉香 经过冷却 颜色变得深沉有黄 鸭腿要好吃 片肉的厚薄度 更是美味的决胜关键 腿的运动量是最大的 它的吃起来比较Q 所以就会把它切成大概 0.2 0.3公分 阿从片鸭肉手起刀落 每一片厚度都拿捏得恰恰好 完美的黄金比例 看得出刀工相当精细 以前她是餐厅主厨 自然对食材美味相当刁 一碗爆红的鸭腿饭 淋上鸭油卤汁 迷人的肉香滋味不停勾人食欲 每天限量的鸟虾鸭腿饭 去骨的鸭腿肉铺满整个大碗工 几乎看不见白饭 光看就知道凤姐用料相当实在 每片肉切出0.2到0.3公分 鸭肉油油亮亮的 单看就令人食指大动 吃来皮Q软嫩 有淡淡的鸭油香味 虽说是薄片 但嚼起来不会没有口感 不老不柴相当下饭 它的鸭肉就是有一点甜度 然后有蛮彈牙的 然后再搭配它的鸭皮 有一点就是油脂的湿润 所以一进去的时候是 口腔是蛮舒服 然后搭配它底下的那个梅干菜 然后吃起来就是觉得很不腻 吃起来口感很好 然后很滑嫩 然后咸度也刚刚好 然后它每一块都切的 就是厚薄度都一样 所以它的口感很易吃这样 它还满划算的 这样一个鸭腿饭才一百块而已 然后里面又有那个菜 然后又有那个蛋 那个梅干菜很好吃 然后饭还有淋那个鸭油很香 客人来店里 还会点一碗现切的鸭肉饭 摆入笋丝梅干菜和鸭肉丝 简单的味道堆叠出迷人的风味 带皮鸭肉口感Q嫩 有浓郁的肉香咸味 香Q的米饭 或者香浓的鸭肉丝 香甜的油脂沾黏舌尖 肉香咸味完全浸入味蕾 吃来口口生香 客人还会搭配每天现熬的 当归鸭汤 浓重的药膳香味 迎面熄来 喝了暖胃也暖身 汤头的话我觉得很浓郁 然后不像可能外面 可能之前喝过的水水的 没有什么当归的味道 也没有什么鸭香味 可是这一个 这个我喝起来是非常浓重的 就是一口鸭肉饭 一口汤 就是一种很舒服 很爽快的 2 4 4 1 2 4 6 6 在吗 天天订单大爆满的 秒鸭鸭腿饭 一碗百来源就能吃得到 这在物价飞涨的年代 可说是相当实惠的庶民美味 现在景气不好啊 想说给大家吃饭 小时候因为很辛苦 知道赚钱真的很不好赚 过日子也不好过 所以想说多用一些给人家吃 让他吃饭 这样更重要 年过六十的凤姐 小时候住在桃园大园 家境贫苦 从小就在外打工负担佳绩 没想到五十多岁经商失败 婚姻又触交 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跌入谷底吧 差一点爬不起来 后来想说我爸失败膀 他就在我家子 我想说再苦我也要忍过来 那时透过朋友 辗转来到台南发展 只是生活困苦加上身无分文 每当夜深人静想起故乡的父母 心中还是很想回家 只不过经济上不允许 可以赚一些钱 然后可以回去孝宿爸爸妈妈 可是我妈对不起走了 走了让我很难过 如果想到她 我就会想要哭 因为我妈很疼我 她说我是老大 她知道我小时候很辛苦 她不希望我过得那么辛苦 结果我还是过得那么辛苦 给她看到我心里很难过 来不及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 心中的哀痛 有好几年无法走出来 幸好在最艰困的时刻 遇到了一位好心的干爹 不仅夫到她 白姐心里的伤痛 还和干爹一起经营小店 赚点微薄的收入过日子 大姐她也是很认真的 为了要过生活 她做事就是很按部就班 对每件事情她都很坚持 像是乳梅干扣肉 凤姐特别挑选厚实的猪五花 每一块都厚切 炒的时候才不会松散没有口感 一点点 但是品质很重要 为了要做才好吃 品质很重要 所以明明就这样自己手炒 对 你这样炒得要炒多久 差不多二十几分钟要 厚实的猪五花在锅中热炒出 震震的肉香 光看就令人提振食欲 梅干扣肉要先炒再卤 虽说一天要卤两大锅 成本高又耗时费工 但凤姐依旧坚持好品质 要用几桶压 两天就一桶 两天一桶压吃 两天一桶压吃 两天两天半 快三天就没了 这样成本会不会很贵 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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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给客人好吃的 要给客人好吃 客人好吃的话 只要他一个上品 我们就很开心了 凤姐用心制作的梅干扣肉饭 有一块焢肉和半颗卤蛋 再配上笋丝和梅干菜 经过四小时慢卤的焢肉 一层肥 一层瘦 一入口香甜的油脂在嘴里融化 淡淡的梅干菜咸味 融进了香嫩的瘦肉 吃来味道相当合拍 闻起来是很香 然后吃起来的话 再搭配它的那个梅干扣肉 拌下去整个味道 密食在一起的话 是整个都非常好吃这样 客人吃饭搭配的小菜 还有这盘油油亮亮 肉片切得整整齐齐的 白斩鸭肉 阿丛的极致刀工 画出一片片厚薄度一致的 香嫩鸭肉片 远远一看 还真像是一件艺术品 幾乎是没有腥味 然后吃起来蛮甘甜的 然后就是 因为鸭肉会感觉比较柴嘛 可是它吃起来就不太柴 然后就很像平常我们吃 腿肉的质感 很鸡腿肉 对... 很滑嫩 二四六七 来 你两个推饭 一个烤肉饭 两粒滑 好 谢谢 老板娘 感谢你 鳳姐现在卖鸭肉饭 算是卖出了名气 很多客人都是大老远 跑来品尝 成功的背后 有她努力打拼的精神 还有懂得知足感恩的心 我也很感谢小弟 他很认真 他很认真去切那个腿 可能... 不贤短骨 他就是要等他去腿 所以很抱歉 所以我就想说 这个鸭肉既然做到现在这样 人家一直长 我就不敢长 就是因为我想说 肯定很多人 他们可以买 我们就把鸭肉给他吃 鳳姐是辛苦过来的 所以很能体会干苦人的心酸 一路走来 能有这样的好成绩 最感谢的是陪她一起度过 每个关口的朋友 还有养育她长大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很不舍得 既然我没办法在身边 孝顺他们两位老人家 我心里真的很难过 我最遗憾就是这个而已 对 所以人生的路真的很苦 但是也是要撑过来 或许人的一生 就如同鳳姐说的 要经历过风雨的洗礼 才能看见斑斓的彩虹 人生很苦 有失败也有痛苦 但只要努力挺过 得到的总会是 令人欣喜的滋味 红遍全台巷口夜市 最强的平民小吃 东山鸭头 创始店在哪里呢 就在台南的东山 这间路边摊 每天下午一点钟开卖 排队人潮没有停过 而老板娘 蓝眼美云 剁鸭头的手也没有停下来过 卖了一夹子了 这间店只卖鸭头 鸭翅 鸭脖子和鸭脚四样东西 卤得透实 吃起来 軟嫩又Q彈 裹了一层蜜糖的外衣 色泽更是诱人 到底东山鸭头 是如何红遍台湾呢 一起來看看 頭 脖子 翅膀 脚 真正的东山鸭头 只有十四样而已 很多人要吃我们家的鸭头 我也觉得很欢迎 很感恩 八个冒烟的锅炉 当糖色变成了酱色 是美味的痕迹 椅子排开 嚐嚐棍 鸭头100脖子200 帮我放一个头 在那个150那边 鸭头脖子 等等等总是排队的人潮 夹夹夹慢来可能就吃不到 现炸的鸭头鸭翅脖子 鸭脚子 鸭脚 只埋着四样 这家位在台南东山的 东山鸭头 正宗第一家 客人总是不会走错 我有买鸭脖子 然后也有买它的鸭头 对 都很好吃 它的口感比较入味 然后比较甜 可是也不会说很腻口 我是东山人 我从以前就吃到现在 像几年 20几年 所以它是算第一家吗 据我所知是第一家 假日的话都会排大概 五六十公尺 每天下午一点开卖的摊位 客人很多 但大部分都匆匆拒绝采访 因为这个美味是卖完了就没了 不想时间怎么吃得到 摊位前总是笑脸宜人的 就是东山丫头创始媳妇 蓝颜美云 从民国六十三年接手之后 四十六年来 Hashem也代 prescribed 1点 1.1 剩造出东山丫头的奇迹 にな 第一间 ONE 第一间 我 那时二十几年齡出卖的时候 超后三十倍那时 剛才我們台灣剛好的實在建設 實在建設 大家盡凈一下 有空上去做啊 靠水空在做 有空到做 做空到很多 那時候做空的他們台北 如果六空之後 都會想喝一杯 暑日 退彗 退彗 現在都來買我們的顎頭 你們也要稍微這樣稍微炒 這樣 比較縮 對…這樣比較縮 很大耶 對啊 所以這個不能 這個 盡量那個水杯 都賣去外面 賣相比較好 如果這個不夠賣的時候 沾不夠湯到賣的時候 我都不敢吃 給別人吃 給別人吃 一句不敢吃 道出了藍顏美雲 傳統婦女的特質 從27歲做到71歲 少女傲成婆的這段歲月 她對東山丫頭的情感 從來沒有變過 鹵的入味是回客率最大的原因 藍顏美雲賣的鴨頭脖子 就是比別人大隻 招牌鴨翅香嫩韓牙 隱藏版的鴨舌頭也是極品 讓人吃了就停不下來 藍顏美雲的公公 本來是賣各式鹵味 由他接手後改指賣鴨頭系列 沒想到越賣越順手 客人也越來越多 竟然一傳十十傳百 改成了東山有名的美食 這個小鎮美養鴨 也靠東山鴨頭文明全台 這鴨子這樣鴨都要有一個小便 不是這樣親自這樣鴨 你如果不這樣鴨 牠不會像我們這樣鴨 牠這個鴨毛今天就沒辦法去做了 一定要手工這樣黏 牠如果比較有毛就黏得太久了 黏得三四分鐘 一支黏三四分鐘也沒黏的 不然是一支幾秒鴨頭就好了 那時候鴨的鴨頭跟這個鴨頭就不一樣了 那時候鴨的鴨頭比較小 那時候鴨的鴨頭比較大 現在還要灑那些垃圾水 灑那些咖 灑那些咖 我們這樣逐漸的 我們再下去鴨 從自己一個人打拚 到現在有能力請員工 南野美雲生織這一切得來不易 以前的小廚房 擴建成二十坪的廠房 拔毛 汆燙 滷漬 每天一早就開始大大小小的工作 現在我們在這個東山鴨頭 他們在這個滷漬的過程當中 這裡廚房是非常的高溫 我們其實在這邊沒多久 其實就滿身大汗 其實他們在工作的時候 都不太能夠跟我們講話 因為他們要隨時注意這個 起鍋 然後加料 然後最重要的是試味道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兒子跟孫子 他們都是不停的去傳承這個阿公 然後他們傳下來這個味道 所以他們就慢慢的試 那老闆娘她現在其實已經是 比較是退休 然後在幕後的狀態 所以就由他們家的 就是兒子 然後孫子 一直傳承這個 非常有名的東山鴨頭 從小就看著 對啊 從小就看到她 太大就會嬌 太小就不行了 因為要滷很久嘛 所以要一直在旁邊看 東山鴨頭的市面上 有很多滷包之類的 就是滷誰都會滷 其實主要還是看工夫 可以一包 我這個孫子要不要出塞了 身為第四代傳人 蘭玉傑對自家的丫頭 信心滿滿 反覆示味道 練基本功 蘭燕美瑜的老公和兒子 身心低調 加上滷製食 也得十分專注活活狀況 所以面對鏡頭的事 總交給這位男家好媳婦 其實我們的丫頭是 客家剛才這樣跟我們傳承的 都吃得好 覺得很好吃的 這是就是我們的滷料 對 這裡有什麼 裡面有八角和鹽湯 現在要把它倒下去了 有些不要講那麼多 對… 八角鹽和湯 倒入第二次開蓋的鍋爐裡 整個過程需要爐製 至少四小時 許多事情說破了 就是蜜方兩個字 而這個蜜方是蘭家族傳四代之寶 火喉色澤 響起滋味 需要靠經驗來體會 火爐上的醬色 更是美味沸騰的痕跡 現在第一次的瓦頭都好 稍微勾起來 就來瓦瓦室 我感覺非常安慰 因為我們的孫子他在那邊 他知道說 他一定要把爸爸盜製作 沒有爸爸給我們蓋一個 我們兒子蓋一個 要做這麼多 有時候真的比較辛苦 我也很感謝這些女兒 就是有這些女兒 我們今天在那邊 神經病在這裡 說到東山就像東山丫頭 保持感恩的心 身為蘭家的媳婦 蘭妍美雲一肩扛起 生活重擔 當年和先生蘭五雄的 這門親事 其實大家都不看好 年輕的蘭妍美雲 頗具姿色 有朋友都介紹醫生 老師給他認識 但他偏偏卻愛上在工廠上班的蘭五雄 人家說阿嬤我都稍微欠缺 不然你怎麼走 怎麼走 也是早上回家 以前是公公在做 公公的社羽館 總共鄉公的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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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就像鄉土距離的戲碼 真實上演在蘭妍美雲的人生 先生年輕時愛玩在外面欠債 只能長期住在工廠工作 靠微薄的薪水 還要養公婆跟三個孩子 為了一家人的溫飽 他也只好下來幫忙公公的 丫頭滷味攤 一天最多都稍微五六百塊 六七百塊而已 有人來問我一世人 是什麼的為了 覺得心會鬆的就是覺得說 我那時候回家打招 學生叫我背鋁車 我沒辦法背他 如果妳沒背這個 算是小孩就沒辦法念書嗎 沒辦法 對 很難過 真的不好過 真的是家庭那時候 真的很難過 很難過 每天兩三點要起來備料 一個人包辦所有工作 藍妍美雲根本無暇休息 每天工作二十個鐘頭 不只是沒時間陪伴兒子 連自己都還做到 甲狀腺失調 差點暈眩 會這麼拚命 實在是不想被人看不起 在水面的人他們嫁的餐狗 都嫁的比較有的 現在人家都回來 就算說回來這個 看我在這裡賣小孩 就這樣跟我說 你以前這麼大在賣小孩 你自己覺得怎麼樣 我原來是跟他們說賣小孩 賣小孩還沒什麼 我打拚 我打拚 做空過的那個沒關係啦 我那個沒關係 我都不覺得怎麼樣 努力的做 任分的做 熬了三年在口耳相傳之下 生意終於慢慢有起色 先生也辭掉工作回來幫忙 是時候這個口味是我老公 我先生他把他研發出來 他對這個吃他真的比較有研究 他就覺得你這個丫頭 要做到讓人會吃想要再吃 你要他做到什麼程度 讓阿姊起來那個香頭 那個香味 人家會吃想要再吃 熬熬阿祖 老天爺似乎也看到這份傻勁 男家的丫頭搭上台灣70年代 經濟起飛時期 生意是越來越好 不只是本地人愛吃 連外地人都知道 東山有貪賣鴨頭鴨翅的貪車 大家是追著這個味道 慕名而來 一回不怎麼樣 那個人家牌很長 我剛才看見他 我剛才看見他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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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好了 人家可能差不多了 我們比較少 我比較高 就要睡覺 不然這樣 鴨頭快看 人家都沒拿 真的很辛苦 我想我沒有人家 你還要14萬千來 讓我擠一顆你們再再來 可以 可以 那頭100或是200 我們這裡都沒在睡覺 在有時候帶我這個玩家 去這條路才有睡覺一天而已 工廠到攤子 日復一日的生活 藍顏美運過得很快樂 他從來沒想過 會靠賣鴨頭成名 從東山紅到全台灣 現在他已經學習 慢慢放手 交給第三代 第四代去做 鴨頭之外的甜不辣米雪豆干 也有牛日店在研發製作 東山鴨頭在小鄉鎮裡 持續飄香 一家人都沒力氣 現在我覺得老天爺 對我很好 我很感恩 很感恩還要再照顧 小地方的大美味 也可以創造出經濟奇蹟 那是一種擄到極致 滾出精髓的堅持 更擄出了屬於藍家四代的 鴨頭人生 超級大賣的 超級大賣的 我感恩 超級大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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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感恩 感谢观看